树林區公所為推廣紅麴文化 舉辦紅麴料理推廣活動 邀請半桌大廚 示範家常紅麴料理的製作方法 而紅麴料理最簡單的就是紅麴發糕 只要將紅麴米連水打成漿 和蓬萊米再來米粉與細砂糖 和水混合成米漿 放進蒸籠吹熟 就是有天然艷麗色澤的紅麴發糕 而最道地的紅麴油飯 則是要先用麻油與紅麴醬 薑末 酥豆皮等材料拌炒後 再加入豬油與水煮成拌料 再用中火將拌料與糯米 混拌成湿潤度剛好的紅麴油飯 大廚則說紅麴油飯要好吃 重點步驟在不要加醬油調味 要用鹽 整體色澤用紅麴醬去調色才會好吃 就是紅麴油 重點就是有麻油 有薑 薑末 再來就不加醬油 要加鹽 加一點糖 適量的水 剛才好多水 這裡比較有 比較多Q 這樣就比較好吃 另一道大廚的紅麴肉 豬梅花肉在前一天就要用蒜末 蔥花 香油 胡椒粉等 先醃24小時 下鍋油炸前先沾地瓜粉 而大廚的撇步就是在地瓜粉裡 加了紅麴米的粉末 這樣炸起來的紅糟肉才會紅燕燕不焦黑 我有加那個紅麴米磨粉才會紅出來 要不然炸起來都黑黑的都不好看 為了推廣紅麴文化 樹林區公所特地讓大廚透露紅麴家常菜的小撇步 讓媽媽料理紅麴的時候 能更得心應手 可以煮出紅麴的天然豔麗色澤與健康 中家新聞 吳沛山樹林報導